高雄一名男子,儿子是癌症末期,而妻子幼儿失聪。 除了中低收入的补助之外,就靠着资源回收来维生。 日前,男子到了关怀流浪动物协会的门口, 捡了七只空的宝特瓶,协会提告。 即使警方说明男子的处境,协会还是不要撤告。 而最后这名男子是被依妾道罪来移送法办。 男子来到人行道旁,弯腰捡空宝特瓶, 这次他捡的妻子,卖出了市价大约一元, 但这举动让他触法,高雄市关怀流浪动物协会指控这事偷窃, 坚持报警。 有发现犯罪事实的话,警方就要依法来征办。 警方发现男子家境困难, 他的太太一耳失聪, 儿子挨着末期, 还有个独国中的孙子, 全家经济除了中低收入的补助, 就靠他资源回收, 男子说每次捡这家店的资源回收物, 都是捡食店家放在垃圾桶旁边的物品, 但协会表示, 男子是走到棋楼拿东西, 曾经提醒他别拿了, 但是他又来。 警方知道男子的困境, 一度希望协会别追究, 但被拒绝, 只好依法送办, 高雄市社会局表示, 男子一家目前有中低收入补助, 也提供过物资, 也补助孩子就学学费, 未来将在请人到男子家中了解, 给予他应有的协助, 记者王老庭, 陈显昆,高雄报道。